你好 再来看听友 廖文芳 他在信仪 问阿伯老师 在罗纳海拔八百公囚的地方 在那里 如果要来做结果 什么样的品质会更适当 在这种 欢迎阿伯给你建议 假设你海拔六百 现在你就可以做了 如果是六百 你就可以拿早做 但是我们平地仅仅仅仅仅不允许 不要去 说得不好 就是说不要去逃门气会 这些东西 怎么说叫逃门气会 那么这个效果呢 有时候就要不好 那么这桶上是这样 就是这个逃门气会 怎么说叫逃门气会 因为你中了也中不成功的 所以这个可能没有糖 这样也很好吃 这个呢 我们有评论 你先知道一下 那么要种的这个结果 结果就是夏南瓜 夏南瓜 那么Rikini 又叫Summer Squash 那么这个夏南瓜 通常我们种国山的一个 国山的一个品种 国山的这个品种 那么这种国山的一个品种 就是说你真的不需要去追求 这种什么国外的一个 这个什么日本的这个 这个真的不需要 这是因为他们这些东西来台湾 有一个很不逃的地方 就是第一个 他很难去 现在去适应我们台湾的环境 不是种不去的 就比较坏 那么坏坏的原因就是说白粉病 因为我们种的季节 都是留得比较凉 那么一般这个 你如果看 这不要被夏南瓜的夏给骗了 就像你不要被秋葵的秋给骗了 那么因为这个夏南瓜 这是对这种高纬度的这个地方 比如说像温带地区 夏天在种植 我们台湾夏天是种不了的 这个比如说你把它种 我怎么会开花 但是它开出来都钢花 而且它的花都极盛 它完全都没有三种 所以这个东西 虽然叫夏南瓜 但是它和一般的南瓜金粿 这种不一样 制成体系 所以你要种 你要种的这个瓶颈 你尽量可以去酸肉 尽量可以去找我们台南改良厂的瓶颈 台南1234 总共有四核 那么这四核就是说 比如说你如果是 要种较稠一点 对吧 你种在种 这很多人不肯定 所以你能够搅拌出来 这个有机会 这个东西 这个在市场上比较少 那么最主要就是说 它放白粉丁 这四核的瓶颈 不正口的这个东西 它最大的这个特色 就是说它在这个里面有 塞穿出来 对着这个白蚊 比较有控性的这个瓶颈 这个在我们山顶的瓶颈 山顶有时候 你海拔虽然是600公尺 那么在这个夏秋交际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怎么变肝 开始要变量的时候 那么那时候有时候 搅拌虎 做什么 你搅拌虎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掉白粉丁 那条白粉丁 那真的是 酸的酸的酸的酸 酸的酸 那么有啦 酸酸的酸 你看到白粉底调了 但是那个桂米 也让我们酸不去 所以就是种了一个寂寞 所以这个白粉丁 真的是不是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你可以这样来酸 那么他这个 为什么说这种 因为这比较不一样 比如说一号二号 都是这个绿皮的 这种 尤其台南一号 那么这个东西 就是说他对白粉的 这个酸性不错 那么如果山顶要酸 这个东西 它产量很高 这些东西 它产量都不错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说你在酸的时候 最好就是几项拼 不要只酸故行 因为这种 比如说你有绿皮的 还有一个 比较浅绿的 有的叫做 现在流行叫做什么 在台中叫做 这个牛油果绿 这个东西 牛油果 牛油果就是酪梨 这个酪梨 如果是很漂亮 咬到那个绿色 有的叫做 台湾习惯叫做 马卡龙 马卡龙色 什么叫做 马卡龙色 就是粉粉 这个粉绿粉绿的 这种有的 我们都叫做白绿色 但是现在 人家说白绿色不好听 现在要叫做马卡龙色 听起来是很高的 所以 换个名字或许真的有用 林港阿婆 不要叫阿婆 叫增百万 不行 现在100万没什么 我叫增百亿 这样我就变100亿 不会 当然可能自己听起来很爽 但是你又达不到 不是很辛苦 所以名字没那么重要 就是你 为什么不爱你形容这个 因为这个真的很好吃 我吃过这个 这个厦南瓜里面 就是我个人认为 台南3号是 我是觉得最好吃的 我是觉得最好吃 台南3号 因为它好吃 所以我特别去强调 那些五四三 其实就是要强调 就是说你种 你种绿皮的 你种白绿的 你种黄色的 这都会晒 这都不错 但是这个白绿的 这个 那么一定要去种 因为这个东西最好吃 而且它的辨识度很高 所以有一次 我在跟太太说 你去买 你就是选这种 他买 吃过了 因为这个东西 你如果有去吃过的话 你有的人说 我不要吃 我不会 不要举高 你管他做举高 你把它弄成鱼子 来炒 你都好 鱼子你很没水準 人家这么高级的菜 你把它弄成鱼子来炒 真的你把它弄成鱼子来炒 比鱼子更好吃 就这么简单 那么其实鱼子 鱼子就已经很好吃了 你想想比鱼子更好吃 这个真的很好吃 尤其这个白绿的这个 所以这个品种 这些果肉非常的细嫩 这很多做 尤其皮 皮不会硬硬的 那个绿色的 尤其台南1号皮更硬 如果是这种台南3号 皮很软 肉很油 他很多这种 意大利餐厅很喜欢用这个 但是黄色一定要有 这个黄色因为抗白粉病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台南4号 这个黄色的 黄色有时候他们配色 他给他配色 他这这都有很多间公司在买 比如说这个农油种苗 这个新华 架色 这几间三四的品种都有 你都可以去接洽 就是说尽量的可以买这个 这个国产的这个品种 因为他真的那个抗性真的 真的那个抗性差很多 那么有的人说 我要做的会比较好吃 真的不会 做不起来就不好吃 对我们做的人来说 对我们做的人来说 种的出来 做不吃饭 然后有机会他们买 这个才是要紧的 所以很多人说 市场上吃不到 这个最好吃的东西 有时候真的不是市场上吃不到 最好吃的东西 就是因为真的不贪钱 所以 我们没办法 你好吃没办法 好吃呢 你自己要做你自己去做 这农民做那很好吃 但是怎么做都了解 你要做 如果我是不是 你跟我说的话 我也不做这种工作 我就不在做身体健康 我自己要做做好吃 那可以我可以 做好吃困扮 这个 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 请勿访 所以呢 这里才能给我们好朋友 就做一个这个 掌课